邓爱玲是一名家庭主妇 为了自己的佳绩 她身兼多职 她是保姆 工厂零工 家庭的缝制工作等 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充实 我一路来从事是车衣住的 车衣的 后来的时候 我没有坐车衣了 就雾小孩咯 关墓里面的 现在我们还要车回 这样 摊起自己 帮助慈继缝制方 护一的姻缘 这一切源自于她的妹妹 真的是很辛苦 那一段时间 她伤得很严重 她不能走 直接帮着她 真的是很多 给她渡过那个难关 所以我看在眼里 有什么东西 要我帮助的 什么都没有考虑 我就答应了 然后我要 天下的人 然后在那里 病得给她们好起来 然后给她们健康 疫情赶快走 自从第一波的疫情 开始到现在 虽然现在 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在身 他们还是愿意继续 很感恩 有他们的付出 每一位慈激之工 和社群民众 用自己的力量 去守护前线人员 做他们坚实的后盾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劳一瑞 采访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判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